全样猎穿的饲养盒制作完成了 怎么做的呢 我们一起来看 首先准备一个玻璃缸 这是我用树皮和沉木做的一个攀爬 大家看背后 用胶把树皮沉木这些全部固定到一起 固定结实 下方的小圆盖是放水的 供猎穿门合水用 我也是第一次做 没有什么创意 全靠感觉 把这个攀爬放进去 因为尺寸我是凉过的 所以放进去刚刚好 然后再用五彩石进行铺底 铺底完成 这样看 这个饲养盒还可以 下面我们放入猎穿 猎穿转移完毕 他们在迅速的适应环境 猎穿们都找到了藏山之地 我给他们加一点水 猎穿的生态饲养盒制作完毕 下面就看他们能不能适应这个环境 如果适应了 明天我们展示猎穿集体捕食 大家好 我成康 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视频 请记得点赞 关注我哦 我们下期见